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最近真的是选错拍片题材 拖了好久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 就是我前一阵子购买二手矿卡 华琴AMT RX 6600 XT 坏了无法开机使用 想说看能不能早早在台湾能修理显示卡的店家 来体验一下台湾的维修显示卡功力 也顺便来拍个影片记录分享一下 但想不到 开始在台湾民间找寻维修显示卡的高手 是少的可怜啊 全部维修资讯大约一个网页就可以看完 主要大宗能修理显示卡还是依中国大陆居多 但我这一张AMT RX 6600 XT才买3500元 光寄到大陆来回运费 都比显示卡购买的成本还要贵 绝对是划不来 除非你对这张显示卡很有爱 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目前大概找了两个维修方向 首先是在脸书找一家 目前看起来还有在和其他YouTube合作拍片 应该还是在正常营业回修中 只是看到先前有交锁过的人留言 说他们的回复讯息要等很久很久很久 另一个维修店家是在虾皮购物网站上 而且店家也开中名义的大大表示 他们的检测费用要1200元 维修费再另外报价 维修时间不包含假日要30天工作天 这特长时间的等待 我应该没有办法来拍片分享 最后我是选择 脸书维修店家来处理显示卡问题 那这一家联络方式是用脸书私讯来沟通 于是我拿起手机开始传信息联络 我在6月15日上午10点35分传信息询问维修店家 大约在当天下午4点16分店家询问我故障状况 我当下把上传YouTube秀史的显示卡故障影片转给他看 并且附上文字叙述 再来呢 唉 我就又等了两天 终于收到店家回复 大概是告知我如何修理和维修费用报价 而且也明确告知如果修不好是需要收取350元检测费 想想这报价费用也算合理 于是我询问如何方式送修 店家是告诉我用71订到店 计送就可以 而我是准备要拍片分享 所以当下我马上打包好显示卡 当天在6月17日就寄出 我也很努力注意追踪货物运送流程 在6月19日也准时送达指定71店家后 我马上通知维修店家 记得取货开始帮我维修显示卡 大约过了5天后 我在6月24日下午开始询问维修店家 寄出维修的显示卡故障原因 唉…完全没有回应 等了2天后 在6月26日上午 我又再传讯息询问 终于在下午6点22分 回复我寄件人的姓名 我是马上秒回 生怕他又断讯 无回应又无期限的等待 但结果 大家都知道的 我又等了6天 完全没有回复我 在7月2日周二上午 我又再传讯息询问 结果…唉…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无声无息 不知修到哪里去了 唉…算了 真的如前面送修过的人说的一样 不知修到哪里去 也等不到回复 所以这显示卡维修分享影片 我必须停止这个计划了 再等下去 也不知显示卡 会在何年何月修好回来 唉…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集影片见啦